我们到律师行业 到我了吗 我一直还在听大家讲 我怕你们太久了 断断断断的听 因为我也实在不太 没接触过这个物流行业 所以说就有点像听天书一样 就不好意思了小桑金 没事没事 然后我们行业的话 其实我只能就建设工程企业律师 这个角度去谈 因为我不知道对其他 那个行业的律师的影响 反正对我们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的工程项目都在各地 所以说疫情对我们的出差 肯定是有很多的影响 然后包括出差啊开庭啊 然后这种去开会 可能去外地开会的这种 都需要延迟了 那么直接导致的这个后果 就是说我们在承接业务的方面 就是会有一定的延迟 也就是说如果客户的纠纷 在这个时间发生了 那我们是无法及时去赶到 帮他处理的 然后所以说只能通过线上 这个缓解了一部分的矛盾 但是说不可能是很完美的解决 所有客户的这种问题 因为可能有一些现场的 进职调查类的项目 需要我们去现场去做啊这样的 所以说可能就是在客户承接的 这个速度上会稍微减下来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律师的收入的产值 肯定前几个月不会有之前正常情况下 那么多了 就是这个是直接的一个影响 对然后的话 我们案件的处理肯定也是有延期的 因为这些开庭 外地法院的开庭肯定不会如期进行了 那这样的话 有一部分也是通过线上去解决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直接要延到 后面几个月吧应该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案件的处理进程受到蛮多影响 然后有些我们的客户也蛮着急的 因为有一些案件的结果对他们很重要 已经拖了很久了 对就是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客户的内心的焦虑吧 我觉得对我们是有影响 对客户也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的话就是 我们对我们好的影响是出差减少了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轻松一点 应该这样讲 对 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这个行业的这个应对策略 就是说如果大家都是在家办公 那就是自我学习的时间多一点 会去做一些行业的研究 就是说特定案件的培训 研究这样的 就是去提升自我的实力 然后呢 那个写一些文章去发表 然后是从线上的方式去做一定的营销和宣传吧 应该是这样讲 然后 其他的办公司没有减少了是吧 就是你们的业务量是没有降低的 我们觉得未来的业务量是增加的 因为像这个疫情很多工程没法继续开工 那这个工期是受到影响的 肯定会有一些工期的纠纷 所以说我们客户的纠纷肯定会是增多的 只是说会晚一些到达我们这边 但是这种纠纷的种子已经埋下来了 嗯嗯嗯 比如像我们这个那个 都办公室的跟跟这个业主之间的一些纠纷是吧 对就是包括像你这种租赁双方的纠纷 还有我们这种施工企业和业主房地产商之间的纠纷 就是我们把这些房子交的晚了这种情况 不然发现这个问题 然后呢 其实你们是在一方面是等待纠纷 另外一方面是没有纠纷也要制造纠纷 比方说就是让那个Justine 就让他那个接干而去要找我要钱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我们只是提供一个赠议 最终要靠你自己嘛 对然后还要他就是说你给他留个名片 他要不来钱他会找你 一般不留名片的 这个太明显了好吗 好那个我在追踪这个问题 比方说那个如果按正常的你真的人去出差的话 你会比方说你在上海你会出差到到市场那边 你出差啊你出差到成都 你到成都之后正常的规定你要隔离14天 然后你回来又得隔离14天 就是说在这种规矩下的话 其实就相当于说你完全就是不能出差的 因为你出差过去回来你都得你这个28天就没了 就是我不知道可能四川那边过去要隔离14天 就是说我们出差之前如果实在要出差的话 一般会先搞清楚当地的政策是怎样 比如说我有个同事出差去了莆田那边 那那边的话就是说可以就是随便进的 好像没有说在那边要隔离14天 但他回来也是要隔离14天 太可怕了 就是也不能说是随便进 反正他是可以进去的 就是这样讲 然后他回来的话是要在上海隔离14天 是这种情况 这地方因为要隔离14天 然后大家有没有 有其他人对律师行业这一块有要追问的问题吗 Chris看到你这边 没有没有 我正在听律师姐姐讲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想到和我们这个行业稍微有一点点像 所以对 那你也要出差是吧 对我们出差也很多 所以就但是现在我们是全员在家办公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这个你待会再讲吧 好 我们让温罕的角落里面的鉴语 那要答应 我们有什么问题 我现在不想说 因为那个我涉及到一些东西 就是到后来就会涉及到一些那个设备交流 交通期限的这个问题 这会儿其实跟子晴说的这个事情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种子现在已经埋下了 不知道最后这个结什么果